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出来了 那其他的话 你就把它直接向下填满 答案就出来了 ok 其实看起来应该很 如果你当然以前不会用这个方法的话 可能很花时间才有办法完成 那用这个Viripart一下就可以帮我把需要的资料查出来 并且放在你要放的位置上面 所以Viripart除了可以查询之外 当然你可以跟其他东西串接 然后再格式化一下 不就可以很快 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 所以有很多人 每天如果还在做那种 机械式的查询的话 那其实他浪费时间了 所以 这个翻 不过还没完 后面还有个什么 血型分析VBA 这个当然比较难一点 对各位来说 其实也是很动脑 很花脑筋的 而且 最好回家 当然 如果 因为我程式有放在云端上 你当然复制贴上 OK 之后 回家有时间 当然最好可以自己重写一遍 如果你重写一遍也可以写得出来的话 那真的恭喜你 你可以慢慢 因为这个是需要一些经验值的 很多人想说 哪一天才可以 可以随心所欲 可能 可能要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其实这都是需要经验值的 那 而且那是 程式设计的领域 跟 应用的领域是 不同的 设计 通常是无中生有的 是没有 你把它创造出来 但是应用就是说你反正有功能 就是懂得去操作就可以了 我想 位阶是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我觉得 台湾现在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产业转型 没有衔接 其实很早以前 大家都应该提升起来 成为设计人才 可是这个好像 没有 不过还好是 因为这门课的 开设 其实就是要帮助各位 在 这个 Excel上面做提升 其实我们这门课以前我讲过嘛 都是工程师学的 一般人怎么会学这东西呢 可是呢 我觉得现在的人 应该好像都会有危机 而且公司也有想要 提升大家的那个 工作效率 所以就会有这么 那 可是问题要怎么做啦 重点来了 第一个 各位可以想 当然最好是可以做个按钮 以后的话怎样 就按下去 自动把刚刚的事情全部完成 一键完成 这样会很开心 按下去 每天按下去就可以了 也不要按太快 我常问同学说 你们会不会让老板知道 你会不会这些东西 大部分都说 不会 通通都是怎样 等到关键时刻下班 请按一下 就可以准时下班了 那事情也可以很愉快 其他时间的话呢 就自己可以 可以弹性的调配 所以之前好像我 昨天上课另外一个地方上课 会问那个同学 因为他已经跟我学很久了 他就说现在上班 好清闲 但是他也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 感觉还蛮不错的 OK 不过前提是需要一点时间 需要经验值 因为他刚开始 最早刚开始学的 其实非常没有信心 而且很多时候是无法讲出 大概他要做出什么东西 但他现在已经很有把握 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 感觉好像就是很 Easy的感觉 OK 所以这种感觉其实 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啦 而且是要持之以恒 把这些东西 完全学得差不多 其实他学的东西也是 等于跟你们学的阶段 是一样的 只是说他花的时间 会比较多一些些 好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按下去 那按下去按按钮的时候呢 自动就会产生 我们要的结果了 有没有 那有个清除 做法上面 其实前面都讲过 第一个 For I 等于 那一列 第六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跑个回圈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他有几种血型 有四种血型 所以有四种血型 各位应该 有那个 前面有印象 我们写过多重判断 对不对 一负 如果那个储存格里面的值 等于A型的话 做什么事 B型的话 做什么 在那个 乘积等地里面不是有吗 如果他的成绩是 80分以上是A 70分以上是B 以此类推 这个其实都可以拿来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说那种状况的话 就做什么事情 就是把底下 的资料 其实 或者你可以去把那个名称 或者是 你可以去把他的对照 28列 的 B栏 跟 C栏带过来 对 对